对你来讲,2019年将会是怎样的意义? 今年是否要做得比去年更正好? 今年是否要比去年更成功,更幸福,更快乐? 那么到底今年你是否要做得比去年更正好? 关键不在乎别人,在乎你自己的本事,你要负责。 那么为了确保,今年会做得比去年更正好, 基本上你必须要做到这三样东西。 首先,你必须要认清你的方式, 你必须要想,你要往哪里去? 所以这就说,你要好好地思考, 到底今年你要赚多少钱? 通过C&I,你要达到这个目标, 你要实现怎么得比起来, 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? 一个有目标的人是个最勇敢的人, 一个有目标的人是个最有信心的人, 一个有目标的人是个最能够自发自分的人, 所以不用害怕,设定更大的目标。 人要怎么才能够成立更加伟大呢? 通过达到更大的目标, 你才能够成立更加伟大。 第二,你必须要懂得自发自分, 没有人能够启发, 没有人会告诉你, 你自己本身要懂得鼓励你自己本身, 你自己本身必须要提醒自己本身, 去做得更多,做得更加好, 因为这个目标是你的,不是别人的。 第三,在这个过程中, 你必须要保持一个更积极, 更正确的思想观念, 凡是往那好地面去看, 人的成呆往往就在那一年之长, 你有什么想法, 你有什么看法, 它将来带给你什么的一生, 你有正确积极的思想观念, 它带给你幸福快乐生, 思想观念不正确, 你永远都跑步了, 保持正确的思想观念, 所以要是能保持这三样东西, 我肯定的相信, 今天你会做得比青年更加, 祝大家新年快乐, 万事为一, 公事发产,